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3号 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美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 恒大雷暴持续发酵 南海 南海讲的是一个区 佛山那个区 南海楼盘停止底下登记 第二个是中美外交战 戏码越抬越高 我们讲讲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之间也发生在 最近的这个交手越来越多 我们要关注一下 先说恒大 恒大财富爆雷继续发酵 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最新的消息是 佛山市 南海铸建和水利局 那么发公告 说为了加强 南海区 佛山市的一个南海区 南海区原来是个县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佛山的一个区 那么加强县级市 南海市 现在变成了佛山的一个区 那么为了加强 南海区恒大地产项目的风控 近日起暂停受理恒大地产项目公司 在南海区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南海区 佛山市的南海区 恒大地产的那个地产的项目公司 不能够把房地产抵押给 抵押给银行经济贷款 然后呢 买家买了恒大 恒大在 南海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楼盘 也申请不了这个银行的房贷 按借贷款 那具体总共有九个 九个房地产项目 一个是恒大西苑 一个是恒大玉湖湾花苑 还有是金明都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金碧海岸花园 恒大金碧湾 长信 长信地景峰豪园 欧浦指日美景花园 欧浦城市花园 恒大宜宾花园 总共是九个楼盘 涉及到九家公司 九家都是恒大地产下面的公司 那么住建局这个行动 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停止它抵押登记 意味着这个楼盘是有可能烂尾 就是说 它采取这个行动 不让你抵押登记 不让你抵押登记 意味着你就没办法贷款 没办法用这个房地产进行抵押 那么 只有在一个情况下 他可能做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楼盘可能盖不下去 可能出现烂尾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那么第2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恒大这九个楼盘 没办法进行销售 因为你没办法做银行的抵押贷款 那基本上全款是可能性很小 所以这九个楼盘 没有办法继续销售 那么9月13号恒大集团发表声明 这声明这么说 他说网络上 近日出现有关恒大破产重组的言论完全失实 他说 公司目前确实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公司坚决履行 企业主体责任 全力以赴 复工复产 保交楼 想尽一切办法 恢复正常 经营 全力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 这是他的这个声明 声明主要是针对 网上有人说他破产重组 我是没看到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说法 他出来澄清 第2呢 就是9月14号 恒大在港交所发公告 港交所 一般来说 上市公司 有这一系列的传言 他需要做一些澄清 公告主要是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恒大财富的问题 恒大他公告这么说 恒大两家子公司 未能按期履行 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提供的担保义务 相关金额约为人民币9.34亿元 公司正在积极与发行人和投资人进行协商 以期达成 一致同意的 还款安排 考虑到上述改善流动性的困难 挑战和不确定性 本集团无法保证继续履行有关融资 及其他合同下的财务义务 如果公司未能履行担保或其他到期债务的义务 且无法与投资人或债权人达成 延期还款 或者其他替代方案 可能导致现有融资安排下的交叉违约 并可能导致相关债权人要求债务加速到期 这将对本集团业务前景财务状况 及运营结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这就是对这个恒大财富的一个 一个 这个 通告就是告诉大家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后果 他是 他虽然讲 相关金额是9.34亿 其实 恒大财富涉及的违约远不止9.34亿 按照 恒大财富这个总经理的说法 400亿 应该有400亿 那他说的两家子公司未能履行这个担保义务 他应该是一些他应该是把这个业务 把所有的恒大财富的业务 切成一块一块 那么到期的可能就是这几块 但是后面的其实后面都 到不到期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都还不了钱 这是一个 当然这样讲他相对来说 这个规模没那么大 这是第1个 第2个公告 公告第2部分 恒大集团2021年6月7月8月 物业合约销售金额分别为 就是销售这个 房地产销售 716亿 437亿 308亿呈下降趋势 他们销售 出售这个房地产 现金回流越来越少 公告说9月通常是中国房地产行业 物业合同销售高峰 然而由于对恒大 的持续负面新闻报道 严重影响潜在购房者的信心 本公司预期9月销售 持续大幅下降 导致本集团销售回款 持续恶化 进一步对现金流 及流动性造成巨大的压力 这个公告基本上是一个宫廷的 公告,把恒大面临的这个情况 向投资者做了交代 但是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会计师 这就是 整个的 上市公司制度 的结果 恒大愿意讲吗?恒大当然不愿意讲 但是他不讲的话 他会有刑事责任 所以这是整个 系统的结果 那我们评价一下 第一 恒大财富爆雷 对于恒大集团来说,各项业务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你看得很清楚 恒大能不能挺过这道难关,未来一个星期就是本周 是关键 那么如果恒大集团没有办法尽快控制现在这个局面 那么恒大 恒大的这个恒大财富的爆雷 将会失控 会对整个恒大集团的各个业务 将会面临崩溃 所以 本这个星期对恒大来说 基本上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这是第一,第二 目前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态度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如果政府全力救援 那么恒大是有可能救过来 当然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他真的要全力救 为什么 因为恒大那个洞 恒大现在的那个洞 可能超过1万亿 所以如果政府没有很大的决心去救他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 就很难办 这是一个 你可以通过这个南海 南海停止这个按揭登记 这是政府自保行为 它是政府自保,不让你登记就是我没有责任 未来你这个楼盘要是烂尾的话我没事,我没有责任,因为我已经停止 停止他这个 这个 抵押贷款登记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府其中一个态度 现在 现在就做判断有点早 你现在还要继续观察 观察恒大集团 首先是恒大财富,恒大财富这个雷 怎么去平息 怎么去说服这些投资者 接受他的这个还款安排 如果没办法接受没办法解决 现有投资者的问题 恒大财富 就会成为 恒大集团的这个 导火索 那么他首先第一步要解决 恒大财富投资者 能不能接受这个还款安排 这是一个 然后后面才是有其他的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 恒大集团已经报告,他的现金回款是逐月下跌 那么年内他有3000多亿的 债务到期 那么他现在的账上的 现金就800多亿 那你想想中间有很大的,中间有个非常大的那个 差距 那么这个差距现在 现在已经到了9月中旬 9月中旬你剩下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恒大有没有办法尽快的 你从恒大销售来看,跟我们预期是差不多的 负面消息会影响他的销售 也就是说他通过卖楼尽快的回款的可能性基本上是 很小很小 那还有就是卖资产 资产就更难卖 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去接他 所以恒大现在就是这个星期你可以看到情况 慢慢的会 就像你要看他现在往下 往下怎么走 第一步就是恒大财富,这个雷怎么摁住他 怎么解开这个雷 那么除了恒大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房地产公司都遇到问题 就13号这一天时间 第1家 富利 9月13号 联合资讯 评估,维持这个广州富利 信用等级3个A,但是展望调整为负面 那么今年7月份以来,富利地产多个境内外的债券价格 出现大幅下跌 那么富利本身呢 富利本身呢 他这么说,他说在目前持续偏景的房地产 行业政策环境和信贷环境之下 然后叠加行业负面事件 对地产融资环境的冲击 债券价格显著波动 对富利地产 再融资产生不利影响 是这家公司 这个信用评级公司对他的说法 那么现在这个富利地产 在境内的公司债券余额是152亿 存续的美元债是52亿美元 其中2022年就明年,富利地产面临到期的债券是69亿人民币 然后是境内的债券回购14亿 每债到期是13.85亿 那么到今年的6月底 富利地产 富利地产账面的货币资金是288亿 那么 8月下旬以来,富利地产多支债券 价格异动 就是跌了 其中富利18富利10 一周跌掉了23% 所以大家在关注这个富利,富利能不能应付 这个2022年密集到期的债务 富利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富利去接这个 接万达的酒店 富利为什么会有资金紧张 接万达酒店,接万达酒店本来捡个便宜,结果发现 抄底抄到半山腰 这富利现在,富利地产为什么现在 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 今年上半年富利地产没有买地 没有买地,但是还是踩中三道红线 那么他说他们富利地产的这个管理层 说以前 积累下的 收租物业 酒店 写字楼,甚至餐厅 都可以卖,谁想卖就得赶紧来买 他资金链很紧张 这是富利,还有一个就是 老牌地产商泛海控股 资金链危机,你现在看到房地产公司全是资金链危机 9月13号 投资者向泛海控股提问 说公司股权被冻结并进入法开程序 问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不是会存在这个失去控制的风险 泛海控制 泛海控股回答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所持有的这个股份被拍卖,不过 暂时不存在 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那么9月1号 泛海控股发布这个公告 公告显示泛海控股 控股股股东,这个泛海控股集团 他持有的 5800万股份,8月31号法拍 占这个泛海控股目前的总股份的1.13% 泛海集团自信链危机 那么多支 很多支债券违约,违约就是没办法 到期没办法还本付息 那么泛海的融资余额是 就是它的债务651亿 一年期到期的是393亿 账面的货币资金163亿 明显是 这个现金比这个债务 少很多,一半都不到 那么泛海呢,本来是说引入这个战略投资者 然后卖资产 不过 武汉金控终止对民生证券的收购工作 武汉金控不买 泛海是民生证券的控股股 那不买的话他也没办法套现 现在就是开发商 就是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 华夏幸福 华夏幸福是平安集团 平安集团这个炒股变成了股东 9月13号,华夏幸福发布公告 这个 原因是第一大股东,华夏控股 被动减持股份 被动减持股份呢,因为他抵押的这个股份呢 被强制处理 因为他借债,没办法偿债,然后他抵押的股份呢就 强制处理 强制处理之后这个第一大股东 他股份不就少了吗 股份少了呢,结果第2 跟第3大股东,实际上他是一个 一个就是平安集团,平安资管跟平安人寿 就被动的成为了第1大股东 就是 炒股变成了股东 那么可是呢,平安集团呢并不想 并不想成为华夏的 第1大股东,但他没办法 为什么,他做 如果 然后现在华夏旗下的一些楼盘呢,现在实际上处于停工状态 平安讲得很清楚 我不会再投资的了,一分钱都不掏的 第2个 我是不想 我是不想管这个业务的,我不懂 所以我不想管 虽然我是第1大股东,但是我不增加我在董事会的 成员 基本上就是这样 平安是不想介入太多,但是他没办法,因为他借了 借了很多的钱给 给华夏幸福 然后华夏幸福搞了几年之后 没办法跟平安谈,反正我钱还不了,要不再转股吧 平安说行 平安就答应了 结果 进去的就拔不出来了 就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华夏幸福 实际上平安已经做了 做了这个坏账的准备 所以华夏幸福能不能 只要平安不再掏钱 华夏幸福就出不来 他的 资金链危机就 不会停 就不能够解决 但是对于平安来说 他没有继续投资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再投资的话 风险更大 所以他不会再投资 另外苏宁 苏宁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恒大把苏宁给拖下水 然后苏宁怎么办 苏宁9月13号 厄武商 厄武商就是 武汉的一个上市公司 准备收购南昌苏宁置业持有的南昌东湖区 广场北路以东 省府北路以南 再建的商业项目 项目总价33亿其中 标的的项目中资产对价是21亿 公司支付给未来 总包方的施工方供应款为11.88亿 就卖掉了 卖掉这个 苏宁置业 以33亿出售南昌的一个商业项目 苏宁置业三大股东 张康阳是张晋东的儿子 苏宁电器集团 持股比例是81% 12.5% 6.25% 然后这个 6月22号网上曾经传过苏宁置业要破产 然后苏宁置业在官方微博回应 说这个已经报警 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另外苏宁置业本身 至今 他在西安曾经被约谈因为他的楼 楼盘的这个预售款没有进监管账户 那么当然苏宁置业毫无疑问也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1个问题就是债券到期 第2个问题就是现金流吃紧 所以他把这个项目卖掉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呢我们就顺便讲一下,因为这个我就不单独立出来讲 金融时报9月12号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酝酿分拆这个蚂蚁集团的 网络小贷业务 就是成立一个新的 新的机构 成立一个新的这个APP 去运作这个蚂蚁集团的网络小贷 那么再成立一个合资公司 把这个支付宝的什么呢,支付宝的客户数据 放到这个新的公司里面去管理 这家公司呢 蚂蚁集团 占35% 然后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占35% 那么另外30%呢由这个浙江电子口岸公司 和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 持有 那么 那实际上呢,蚂蚁集团在这家公司当中变成了一个小股东 剩下的全是 当地的国企 大概政府是想这样干 那么 网上最新流传着 马云出面 说9月1号 马云出现在浙江贫湖 有个叫数字菜棚 马云戴着个小白帽在那个菜棚里面 那么他已经有四个月没露面了 这是第1次露面 这是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1个主题 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恒大 恒大雷暴,暴雷的这件事情呢 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 我们会持续关注 持续报道 那么 跟进相关的进展 这是第1个,第2个主题是我们今天的中美外交 中美外交战戏马越抬越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3号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有关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听证会 那么共和党的众议员 叫Brian Fishpatrick 向他提问 他这么说,他说 我两天前刚从乌克兰回来 之后要去台湾 那里人民怕撂死 请问国务卿能否清楚地表明 美国会毫不含糊 毫不后悔地去支持我们在乌克兰 和台湾的朋友 在他们分别受到俄罗斯中国的侵略,美国会尽一切 所能支持并捍卫他们 布林肯是这么回应,他说美国会履行 对两国 Both countries 的承诺 我们会履行在台湾关系法下对台湾的承诺 也会履行对乌克兰的承诺 这是 布林肯的回应 那当然 他说的Both countries,肯定明天这个 中国外交部会抗议一下 那么美国跟台湾之间的最近的动作非常的频繁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美国出席了 去美国 肉身去了美国 跟美国的高层对谈 9月13号回到台湾 那么协助安排会面的是美国在台协会的会长 办事处长 叫孙小雅 乘另外一个航班回到台湾 都回来了 那么民进党主委、立委 王定宇 在他的脸书上说 说这次呢因为台美之间对台涉及到很多 台湾的国家 国家利益和机密 所以呢 一定要面谈 所以一定要开 这个进行一个当面的会谈 这样 这样比较安全 这涉及什么呢涉及 台湾国防安全对谈 涉及台湾国防 检讨会议 那么白宫的国安会的主管 国安会秘书长 进行了这个对谈 所以呢这个对谈其实早在 川普政府时候时代已经存在 那么 现在会继续下去 而且会更加密切 对谈的其中一个内容 就是美国积极考虑将更改 台湾驻华盛顿的代表处的名称 由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那么 中国例行公事 也要反映一下 赵立坚9月13号在记者会上说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有关承诺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 官方往来和提升 实质关系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包括不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 汉光演习9月13号开始 那么台湾的空军 开始 开始叫转场战力保存的演习 6架F16战机从嘉义基地起飞 转到台东基地 那么解放军派了一架 运巴远程干扰机 跑到台湾西南空域 然后那个没有降落的F16 去 空中盘旋然后两架幻影战机五分钟之内 完成挂弹紧急升空拦截 大概是这样 就是 空军之前通常是用 用导弹瞄准 这次就 这次就派军机上去了 这是一头 就是台湾 9月13号 就是汉光演习 然后 日本防卫省就是国防部 国防部宣布 陆上自卫队9月15号 开展这个超大规模演习 多大规模 陆上职位队10万人 10万人动员 陆上职位队10万人参与 这的确是超大规模演习 包括九州 北海道 四国 东北 全部加入 那么这是 上一次 上一次日本最大规模演习是14万人 是1993年 那么 半个世纪以来 这种规模这种级别的演习总共举行过四次 那么驻日美军也会出动 那么这是 想定是什么 想定是夺回间隔 这次演习的想定是夺回间隔 间隔是钓鱼岛 那么你想一下 这一头是汉光演习 这头是日美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同时在发生 中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应该会有一些联系吧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本月24号 拜登总统在白宫主持四国集团峰会 四国集团就是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 四方集团 四方集团对话峰会 那么届时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印度总理莫迪 日本首相菅义伟 他们其实是参加 他们其实是去参加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 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 然后呢 同时邀请他们去白宫出席峰会 峰会议题有几个 第一个 疫情 第二个 气候变化 第三个 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合作 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么 这一次的四方集团峰会 还有一个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什么 就是今年3月份 拜登总统向英国首相约翰逊 提出来一个民主国家 要有一项基建计划 基础建设计划 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现在美国的基建计划已经通过了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基建计划 也是四方安全对话 对话峰会的其中一个讨论议题 这个很重要 大家知道 四国集团 四国集团 它其实是叫安全对话机制 这个安全对话机制 当然 这四个国家坐在一起讨论的 议题 当然就是中国 那么在中美 中美对抗升级的这个背景之下 四国集团启训峰会 显然 有中国的议题在里头 好吧 那我们今天 我们就把我们的主题在 今天时间控制比较好 讲完了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鸣谢 提问 如果政府决心要救恒大 会通过印钞 印钞贷款给 恒大或者收购恒大吗 会印钞帮助恒大还债吗 印钞是什么概念 大家把印钞想得太简单了吧 当然我们经常 经常会听到有些人在这样评价 说不行 问题解决不了 我们就印钞呗 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 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 中央银行发行有既定的发行模式 或者发行渠道 如果没有在这个模式之下 中央银行没办法发行货币 我举个例子 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要发行货币 他只有两个渠道可以发行 第一个情况 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有很多人在 抛售外汇 当然主要是美元 在抛售美元的时候 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民币会升值 那怎么办 人民银行去市场 把市场多余的外汇收购回来 当他收购外汇的时候 人民币就发行出去了 那人民币发行出去 谁买了呢 就一个机构买 商业银行 这就是人民币发行的机制 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贷款 我们叫这个贷款叫再贷款 就是商业银行向人民银行借钱 人民银行把钱借给他 那 人民币就发行出去了 所以 中央银行只有两个发行渠道 一个发行渠道在哪里 在外汇市场 另一个发行渠道在哪里 商业银行的贷款 基本上只有这两个渠道 如果 政府想去收购恒大的时候 他能不能用这两个渠道去印钞买 恒大了当然不行 为什么 因为 怎么实现 实现不了 没有通路 那么如果政府要去买 那肯定是财政部 财政部要掏钱 对吗 或者是地方财政 或者是中央财政 掏钱 中央财政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国企 没有其他的办法 所以 人民银行 发行货币 他只有一个对象 就是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货币出门 就一个渠道 贷款 他可以贷款给 国企 国企可以去买 但是 他跟他的货币发行没有关系 所以 不存在印钞的这个问题 大家把印钞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 情况 我们看到的报表 宏大的表外负债加起来1.9万亿 差不多2万亿左右 情况 恒大理财产品是被挤兑 所以雪上加霜 要求兑付的视频全网都是 非常震撼 而且不断的传出 恒大内部高管提前抽逃自己资金 微信截屏 照片加剧了恐慌 恒大的杠杆超过1比10 就是他表内的流动资产 只够支付他表内表外负债的利息 利息都付不起 10%的利息吗 没有 不止 我觉得他们是 就是 恒大财富的高管 提前兑付这件事情 是恒大财富 恒大财富的这个爆雷的一个 直接导火索 因为你想一下 他自己的高管 在他出现爆雷之前 自己兑付掉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仗义的行为 所以 而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关联交易 或者叫内幕交易 所以中国证监会不查一下吗 这么关键的时候不查一下吗 所以 你从这个恒大财富高管提前兑付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恒大集团 和恒大财富的管理层 他们完全没有把 恒大集团这家公司 当一回事 他们完全不管不顾 包括许家印 这件事情 最终责任者应该是许家印 因为许家印肯定要批准 他同意这么干 非常的 不应该 应该谴责 提问王老师 坐标广州 恒大成为全程热议 我岳母去年把他的理财产品全部兑付出来 想想都害怕 同时 碧桂园 富利 建业会不会更紧跟呢 其中富利拿了好多广州的就改项目 富利现在是有问题啊 富利现在的资金链相当紧张 建业 我昨天看了一个数据 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 建业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 我看看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河南省政府给 给建业那份报告的那个批示 不痛不痒 关键是什么 河南要救建业 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得掏钱 你不掏钱 没有用 所以建业危险 建业很危险 碧桂园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过碧桂园的问题 碧桂园怎么会有问题 有问题吗 有问题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提问 如果恒大的债务危机会产生不亚于次贷危机的影响 那么 除了中国政府外 世界其他经济体 会有应对冲击方案吗 很难想象 世界能在疫情尚未平息的现在 经历一次全球金融风暴 甚至是经历危机 恒大债务危机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 恒大本身雷暴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冲击 这是一个层面 他引发的金融风潮 现在已经是金融风潮了 就是 全国各地都有人跑到 恒大的办事处 要求他兑付 兑付这个理财产品 这就是金融风潮的了 那么这件事情对恒大集团冲击非常大 他房子很难卖 那他房子很难卖 他的资产也很难卖 那你随着时间值的往后推移 他很多债务到期 他怎么还 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 第1个危机是恒大集团的危机 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 这是第1个 你想一下 恒大中国第2大 房地产开发商 他遇到了危机 那你想 其他的开发商 会不会也 影响到其他的开发商 你想 作为一个买家 你会不会打鼓 你也会打鼓 我这开发商 这第2都出事了 我这第200 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也是个巨大冲击 那原来有人还想买房子 现在可能 想想看我不买 我看看 所以对房地产市场冲击 房地产市场冲击 除非 出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崩溃 那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那现在如果你说仅仅是恒大 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的可能性还不大 所以我们要观察继续看 看 恒大 会不会推倒了 房地产市场的多米诺骨牌 这是问题的关键 那等它开始发生了这种连锁反应 我们再来讨论 现在 还没发生 我们先不讨论吧 当然如果中国房地产出现了危机 就像我们上个星期六讨论那样 那全球没有 中国房地产如果崩溃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可以 没有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 观点 正常来说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缺钱 应该要便宜处理房子来解决资金问题 问题是CCP不愿意让房子降价卖 房地产 无法处理手上的房子 银行又不愿意融资 提问 恒大高管提前兑付 这算不算内线交易 我觉得是 我觉得应该 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证监会应该调查一下 对不对 提问 恒大爆雷 会成为整个房地产市场 以及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吗 会影响到国际市场 现在还看不到 你先得看 恒大财富对恒大集团的影响 然后恒大集团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一步 提问 王先生 上次关于房地产崩溃直播没敢上 今天补充问一下 房地产崩溃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吗 不一定 这个没有因果关系 对共产党执政 会有冲击吧 但是影响执政这么严重的问题 文革都没有 那么恒大有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呢 我也看不到 没有那么 没那么大的动力了 共产党的执政 没那么 怎么说呢 我们要讲两点 第一点 中共的执政基础是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2点 什么样级别的冲击才能影响到中共的执政基础 以这个为前提 我们才能够讨论 中共的执政基础就是两个 第1个暴力 枪杆这里面出政权 这毛泽东讲 中共也信奉这一点 所以中共的执政基础 第1条是什么 第1条就是暴力 第2条是什么 第2条就是洗脑宣传 所谓的左手 左手拿着枪杆 右手拿着笔杆 这两条 那你现在 他现有的执政基础有没有受到冲击呢 或者是房地产崩溃会不会 冲击他的执政基础呢 或者他的军队会不会因为房地产 房地产崩溃而 倒戈呢 你看得到这个可能性吗 我是没看到 好吧 观点 地方政府出台限跌令 下面就是停止交易 这样不就没有崩盘了吗 你觉得呢 这就不崩盘了吗 就是 把火用纸包起来就看不到火了吧 是不是 观点 这会儿民众知道了 几亿美金请礼皮 请球星玩足球的钱 都是老百姓买单 许家印知道这窟窿有多大 他明白的很 那是 情况 国内同学群里发来聊天记录 和视频显示 好多人在深圳后海的宏大总部维权 总部维权中 是啊 很多人去了 情况 王老师 我一年半前就觉得不对劲 让父母把所有国内不动产都清空 结果去年有点小涨 还被父母数落 结果现在家里的舆论场反过来了 哈哈哈哈 好吧 你真厉害 提问 王老师好 刚需 现在应该买房吗 还是观望一下 等更低的时候再买 我没有投资建议 我没有这样的 我没有这样的牌照 我不可以给你这样的建议 你自己还是 刚需 没有一个需求是刚需 刚需是开发商卖房子讲的 假命题 以市场经济为前提 讨论需求 所有的需求都是弹性的 不存在刚需 你想一下 中国人吃草可以吃一年时间 那你想想 吃饭都不是刚需 你买房子是刚需吗 没有刚需 是不是现在该买房 这个问题我不想答 把我们前面的节目再看一遍 好不好 情况 坐标山东 去年卖房市场报价110万 没卖 现在报80万 无人问津 还是学校很好的学区房 OK 那你为什么不按呢 情况 中国第一线集市 同事跟我说 他们孩子在学校接到通知 要强制每个小孩捐三元 给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控制的 我觉得这笔钱是为了政府财政纾困用 不是 是给郭美美买马沙拉蒂用的 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这个前年 郭美美的新闻 你就知道 你捐的那三块钱 你们家孩子捐的三块钱 是哪来干什么 是给郭美美买马沙拉蒂用的 财经冷眼的父母在国内被国安驯化调查 是吗 OK 观点 反娘炮是不是也在做战争前的准备 娘炮就不能打仗吗 不一定吧 你说呢 提问美国的301法案 会不会是国内经济危机的催化剂 301法案 第1个 301调查这件事情 还没有发生 如果发生的话呢 那么中美之间就会进行一场 贸易谈判 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贸易谈判会是一个蛮长的过程 通常至少会持续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会有 如果谈不成 如果中国让步了 达成一个协议 那这件事情就平息了 如果没有达成 那美国会制裁 你还要看 美国的制裁会不会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 但我们通常看不到 美国的制裁会引发一场经济危机 会对经济有影响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美国制裁华为 不卖芯片给他 那华为手机业务就灭了 那会不会产生影响 会产生影响 华为手机的这个供应商都会产生影响 但是可能华为手机卖不动了 其他手机卖好了 那其他供应商跑到其他 供应商跑到其他的手机 制造商那里去 他影响也没那么大 所以 没有 我们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 他相对来说会复杂很多 而且他的进程会 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 中间还会发生很多 事情 不一定会直接导致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这就是 外交事务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 没有你提问这么容易 我也不能够张嘴就把答案告诉你 好吗 观点 与生命有关的才是刚需 与生命有关的都不是刚需 我都说了 中国人吃饭 吃草能吃一年 跟生命有关吗 是刚需吗 都能吃一年你想想 观点 底层阶级千万不要投资 买卖 买最好是现金现货交易 因为你们门前的理发店充值卡 都有可能被跑路 你上班的工资也可能拿不到 好吧 我们这个底层阶级就不要投资了 好吧 观点 恒大财富的爆雷 与三年前海航理财产品爆雷如出一辙 坑害员工 海航也是高层提前兑付 逃之夭夭 大量普通员工倾家荡产 大家记得吗 我从去年开始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理财产品不要买 理财产品不要买 还有一个是基金产品不要碰 为什么 你不知道那些产品 这里当然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 投资市场的这个透明度的问题 一个是透明度的问题 就是说 告诉你什么 不告诉你什么 你控制不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监管 中国的监管真的很烂 而且 你想一下 这个腐败遍地的国家 他会有什么监管 又没有监管 你又不知道这个投资品是什么样子 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怎么去买 所以 我一直在劝 从去年开始 我一直在劝大家 不要碰理财产品 不要碰基金产品 原因就在这里 真的是危险 特别是像理财产品 基金产品 他们通常里面会装什么 装企业的债券 然后你看经济下行 企业债券不断的 爆雷 那你知道你的那个 理财产品里面有多少 多少债券在里头 都是谁的债券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敢买 我是不敢买 当然有些利息很诱人 利息越诱人的 理财产品 风险越大 为什么 你想想看 用那么高的利息去 借钱的人 大体上都不想还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情况 最近很多在海外的朋友 在国内的家人陆续收到 派出所电话调查 问在海外哪里 什么原因在海外 有没有参与诈骗 要尽快回国 韭菜不够了 情况 北京大量增加采购军工章数额 总数达到80万枚左右 包括一级战斗英雄等战争军工章 哪来的信息呀这个 忽悠了吧 你说呢 又要威胁台湾 打 我一直在鼓励 打 千万别等啊 对吧 我是觉得 提问 如果有现金 同时有房贷 提前还房贷是不是个好策略 不知道 这个 我还是那句话 一个财务上的安排涉及到很多因素 第1个因素是什么 第1个因素就是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是不是稳定 还有一个是你的职业前景怎么样 你的行业风险大不大 还有你的家庭开支怎么样 你的家庭消费怎么样 这有很多因素要考虑 没有人能够用一句这么简单的话就做出一个判断 或者做出一个决定 还有你未来的规划怎么样 等等 很多因素 观点 中国没有完善的监管法治 所以给了很多有权势的人专控子 没有权势的人也一样专控子 专控子都是一样的 都是 都是骗人 提问 福建疫情再次爆发 从最初的封闭开始到现在 国内已经陆续小规模爆发了若干次 中国人真的不会在这一次次的封城 全员核酸 再次爆发的无限循环中吸取 经验教训吗 他们不会至于中共的疫苗封城 抗疫政策是否有效 是否说明中共多年的洗脑政策以及祸水 外瘾的宣传政策已经达到了 渔民的目的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福建疫情再次爆发 这跟过去一段时间 比如说云南 比如说广州 比如说南京 比如说 这个 张家界 其实这些爆发性质是一样的 虽然他每次都讲 虽然 中国的卫健委每次都说这是输入型 但是我真的不信 为什么 疫情 病毒难道在中国 和在其他地方 生存环境不一样吗 都死绝了吗 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疫情到现在 这些病毒已经在社区里面 呆下来 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因为 除非 你实现了 群体免疫 否则疫情不会结束 我们讲了很多次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现在的问题疫苗无效 疫苗无效 那就无法形成 群体免疫 不能形成群体免疫 你疫情就不会过去 你就会不断的会爆发 这是我们从去年一直讲到今年的故事 然后中国不断的在证实 这个判断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封城 这个核酸检测 其实他会不断的在重复这件事情 因为病毒在中国的社区已经呆下来了 只要某个条件符合 他就会爆发一次 他不会选地方 他就是 爆发一次 所以 跟外不外来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所以他每次都是外来 我每次都不相信 就是这样 这件事情会持续下去 情况 王老师 我爷爷以前是我们省的商业厅厅长 他在去世前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 你现在小 当时12岁 可能不明白我的话 但你只要记住 长大以后不要从政 不要碰投机的生意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 爷爷说的很对 鸣谢 谢谢 恒大的后台是谁呢 许家印搞足球也懂政治关系 习主席是不是蛮喜欢他的 不输血恒大有什么原因 不输血 恒大其实去年开始出现危机 去年开始出现危机 广东省政府救过他一次 就是因为1300亿的战头 到期 广东省政府帮助他摁住这个1300亿的战头 跟他们讲 那你们就不要让恒大还钱了 这1300亿 债转股 债转股就变成股权 恒大就度过了一次危机 今年8月份 恒大的 恒大的银行贷款到期 其实是6月份已经到期 广东省政府跟这些债券银行打招呼 说给他展期吧 展到年底 那么应该至少有6家银行 5、6家银行 到期的帮他展期 实际上广东省政府已经救了他两次 但是呢 恒大的问题解决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窟窿很大 你用这种毛毛雨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他 他基本上差 这个窟窿上万亿 广东省政府肯定搞不定 中央政府搞不搞 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搞 理论上来说 你当年广信集团 让他破产 那是国企 那是广东省的融资平台 他都让他破产 你去跑出去救恒大 你要是救了恒大 那其他怎么办 就算那个建业 建业河南省政府说要救 也不是桥楼打火的救 也是采取一些办法 并不是直接把钱扔进去 为什么 河南省也没钱 怎么救 就算是国企他都救不了 何况恒大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不觉得有人现在有办法 去救恒大 除非 把所有的负面情况全部摁下来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层里面的问题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提问 对于中共实施暗示房价无法上涨 房租可以上涨 上海的房租已经涨了20% 还是官媒 您怎么看 我没看到 房租涨 房租涨不符合中央的政策 中央的政策是每年房租涨 不能超过5% 中央的政策 你去查一下 这个住建部 住建部有一个精神 每年的房租上涨不能超过5% 你都20%的 肯定不符合中央的精神 房租涨 房价不涨 不make sense吗 对吗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